欢迎回来下面进行学习八项特定交易的快递处理 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是第五项内容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在没有讲解具体内容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授予知识产许可 知识产权包括哪些呢相关的内容 所以授予知识产许可指的是企业授予客户 对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享有了相关的权利 那么关键词是授予 并不是说把这个知识产权是转售给客户 关于知识产权的内容实际上是非常多了 比如说软件技术版权 影视音乐版权 特许精确 还有商标权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授予知识产许可这个知识产权 是八项特定交易里面 学习难度比较大的一拨 我们要求在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相关的案例 才能把握好它的一些相当的要点 而且授产知识产许可 那么有些内容 涉及到收入的确认计量 有些内容相比较我们前面所讲的模型 有些内容是属于比较的特殊的规定 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该质量的时候 需要特别注意的 那么在没有讲解具体中之前 我们先把授予知识产许可 跨地处理的框架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第一步我们叫识别 这个知识产许可 它是否构成了一项单项理学义务 当然是否构成单项理学义务 那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话 模型里边的第二步 那就识别合同中的单项理学义务 当然要从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一个是该商品或服务本身 那么第二个要从合同层面来进行分析 是否可明确计分 那如果说分析的结果是 该知识产许可 它构成了单项理学义务 那如果构成单项理学义务 我们就需要按照第五步 我们要对这个理学义务来进行分类 到底是属于在某一时间履行的理学义务 还是在某一时段履行的理学义务 当然这个理学义务 那么它的一个分类需要注意 我们是按照知识产许可相关的规定 来进行分类的 就是说这个分类可能稍微有点特殊 那如果说第一步 我们识别的结果是 该知识产许可 它不构成的单项理学义务 如果这个知识产许可 不构成单项理学义务 我们就需要进入到第二步 那就是把这个知识产许可 与所受商品一起 作为一项的单项理学义务 那今天是作为一项单项理学义务 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考虑 就是在这个单项理学义务里边 那么知识产许可是否占主导地位 当然是否占主导地位 是我们后面需要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当然是站在客户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 这个单项理学义务里边 那么知识产许可是否占主导地位 那如果知识产许可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我们就按照的前述的内容 就是按照收入确认的无法模型 来进行的后续的相关的快据处理 那反之如果知识产许可 在该单项理学义务里边 它是占主导地位 那如果是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是按照刚才我们所讲述的 按照知识产许可相规定 我们把这个单项理学义务 进一步非列为 到底是在某一时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的旅行的理学义务 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框架里边 会涉及到非常多的识别 还有评估 比如说是否构成单项理学义务 是到某一时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 当然我们还需要考虑 这个知识产许可在该单项理学义务 是否占主导地位 很多内容都是存在一个识别和判断的问题 但是授予 关于这个知识产许可 有一项内容是属于一个特殊的规定 这也是我们后面的学习室需要特别小心的一个质点 就是基于销售或使用的特许前使用费 那么基于销售或者使用的特选使用费 那么它是不适用于的 刚才我们讲的上述规定 关于收入在什么时点来进行确认 如何来进行确认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规定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关于知识许可 一般的处理方法 关于基于销售或使用的特选使用费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规定 所以我们在学习时一定要给它分开来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知识许可 那么在进行处理时 一个整体的框架的介绍 那么下面我们就按照步骤来进行讲解 那么首先第一步 就是要识别这个知识许可 是否构成了单向旅游义务 当然按照我们教材编写的内容 说企业上客户授予知识许可 需要按照我们本节的要求 那本节的要求 实际上就是我们潜述所讲述的无法模型 也就是我们是根据无法模型里边的第二步 就识别合同中的单向旅游义务 当然是否构成单向旅游义务 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 那么第一个层面是基于其自身特征 也就是说客户能否从该商品本身 或者从该商品与其他异于获得资源 一起使用中受益 那么而且还要从这个合同层面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就是说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程度 以合同中的其他程度是否可明界区分 那如果是无重大修改或定制 无重大的整合服务 无高度的关联系 那么就是说在合同层面 它也是可明界区分的 所以基于自身特征的可明界区分 基于合同层面 它也是可明界区分的 所以结论就是构成了一项的单向旅游义务 那么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在学习 无法模型第二步所讲解过的 那如果说分析的结果是不构成的单向旅游义务 那么刚才我们在介绍这个框架的时候也说了 如果不构成单向旅游义务 我们就需要把这之前许可和这个合同 与这个之前许可的所相关的销售的商品的一起 作为一项的单向旅游义务来进行快据处理 这是我们所讲的一个评估 一定要注意第一步 就是评估是否构成单向旅游义务 那么关于之前许可与所述商品是否可明确区分 那实际上 指南也给出一些相关的案例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表述 对于之前许可与所述商品不可明确区分的情景 包括哪些 那么这些内容我们要求是要背诵的 首先 该之前许可构成有型商品 它是构成有型商品的组成部分 而且对于该商品的正常使用是不可或缺的 那如果属于该种信息 之前许可与所述商品是不可明确区分 应该作为一项单向旅游义务 这里边简单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客户销售设备 那么还有相关的软件 当然这个软件是与这个设备相关的 而且这个软件是内嵌于设备之中的 那么这个设备必须安装了软件之后才能正常使用 所以对于销售设备和之前许可 就是转让的这个软件 它实际上是构成的以上的单向旅游义务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种情形 客户只有将该之前许可和相关的服务 一定要注意 一定是和这个之前许可的相关的服务 一起使用才能从中获益 这里边也举个例子 比如说客户取得授权许可 但是只有通过企业所提供的在线服务 当然这个在线服务是与许可相关的服务 只有通过企业提供的在线服务 才能防卫相关那种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关于授予之前许可 还有提供的相关服务 我们是构成了以下的单向旅游义务 所以这情形的要求是要掌握 举例也要求是要掌握 这是关于指南所给出了之前许可和所需商品 不可明确区分的情形 这里边我们做一个支点连接 那就是我们前面在学习第四章 无形资产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么一个主要词的规定 就是关于计算机控制的机械工具 没有计算机软件就不能运行 那结论就是该软件是构成相关硬件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那么这个软件我们就按照固定资产 来进行跨离处理 那如果计算机软件不是相关硬件 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那么这个软件我们是作为无形资产 来进行相应的快递处理 所以考试的时候 它可能也会跨章节跨支点 然后把这一部分内容揉到一起 比如说构建了各关题 那么下面我们举个例子 来说一下刚才讲授予之前许可的第一步 就是要评估它是否构成到单向的义务 讲生物制药公司 将其由何成耀的专利权许可证 授予一公司 那么授权的期限是十年 那么同时假公司承诺 未以公司生产该种药品 那么除此之外 假公司不会从事任何 与支持该药品的相关活动 而且资料里面明确说明了 这个药品的生产流程特殊性极高 没有其他公司能够生产该药品 我们来进行下的分析 当然分析的时候 肯定在识别是否构成单向的义务的时候 还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讲述的无法模型相关的规定 我们首先需要识别 那么这个合同里面到底有几个程度 那这个合同里面是有两项程度 一项程度就是关于合成药的专利权许可 第二个程度就是为生产该药品 提供的相关的服务 就是提供的生产服务 那么根据所给的相关资料 因为这个药品它的生产流程的特殊性极高 没有其他公司能够生产该药品 那就说客户将无法从该专利权许可中 单独来进行获益 那就不满足刚才我们所讲的可明确区分 所以这个专利权许可和相关的生产服务 它是不可明确区分的 那既然不可明确区分 那应该是把这两个承诺 作为以下的单向旅约义务来进行相当跨离处理 但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再声明一下 那既然是作为一项单向旅约义务来进行跨离处理 因为这个签计这个合同的目的 主要还是为了生产药品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单向旅约义务里面 那么关于之前许可 它并不是占主导地位 所以这一项单向旅约义务 那么在进行后续处理时 我们是按照前面我们所学习的 按照一般售模型来进行相当跨离处理 比如说确定交易价格 然后分摊的就是确定交易价格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规定 我们就按照等法模型的相关内容来进行跨离处理 为什么不按照之前许可 因为生产药品它是占主导地位 可能这个生产药品的价值对客户来说可能更大一些 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再改变一下 那如果这个药品的生产流程特殊性不高 那其他公司也能够生产这个药品 那就是说客户 它是能够从这个专利权许可中单独进行活益的 而且又满足了其他条件 那我们就说这个专利权许可和生产药品的服务 那么它是可明确区分的 那今天可明确区分应该是分别作为单项地位义务来进行相当快递处理 当然这里边我们还需要再强调一点 那今天是分别作为单项地位义务 那么对于生产服务这一服务来说 我们就按照前面我们所讲解的文化模型来进行相当快递处理 关于专利权许可 自然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 关于授予客户之前许可的相当规定来进行快递处理 那这个是刚才我们所讲解的第一步 就是要识别单项地位义务 那如果说授予之前许可 它是构成单项地位义务 我们还需要进入到第二 那就说它到底是在某一时段内旅行 还是在某一时段旅行 当然这个是在某一时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 是按照的授予客户真言许可 这个相关的规定来进行相当分类 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分类 它是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那如果是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旅行义务 我们要求是要同时满足的三个条件 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合同要求 或者是客户能够合理许可 企业将从事对该项资产学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合同要求 或者是客户能够合理预期 那么需要同时满足第二个条件是 该活动将对客户产生有利或者是不利的影响 当然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 该活动会对客户产生影响 那么需要满足第三个条件是 该活动不会导致企业向客户转让商品 如果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那么该之前许可 它是属于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旅行义务 那反之 如果没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那又属于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行义务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 和我们前面所讲的话 模型里面的介護是非常的相似 因为介護分为两类某一时段某一时点 某一时段某一时点 它是一个非次机避的关系 你不是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旅行义务 那一定是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行义务 当然我们在进行分类 在进行评估的时候 我们首先是先进行判断 它是否在某一时段内旅行 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分析 如果不是在某一时段 那就是在某一时点 当然这三个条件 个人建议还是最好的 要背送下来 因为结合一万年度的考试情况 关于授予之前许可 那么这一部分 属于在主关题中 那是否在某一时段内旅行 是要求做出判断说明 而这个说明的部分 就会涉及到这三个条件的背送 那么刚才我们在讲到 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那么其中第一个条件 就是重大影响 将从事重大影响的活动 那么这个重大影响 如何来进行识别和判断 就是关于企业所从事的这个活动 它是不是一个能够产生 重大影响的活动 那么按照准则的规定 企业从事的活动如果是属于下类情况之一的 这个是我们将会对该资产权的产生重大影响 那首先第一点的这些活动 预期将会显著改变这些资产权的形式 首先它会改变资产权的形式 或者是改变它的功能 那么改变形式包括哪些 比如说改变资产权的设计内容功能 比如说改变执行某任务的能力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那就是改变它的价值 就是客户从该向知识产权中获益的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或者取决于这些活动 比如说这些活动将会改变知识产权的价值 所以显著改变形式功能 改变价值 我们就说这个活动将会对该知识产权的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比较重大影响 所以考试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到它的一些相关的表述 当然这里边也就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企业授权 客户使用其品牌 客户从该品牌中获得的利益价值 它是取决于企业为了维护或者提升其品牌价值 而持续的从事的活动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将会对该知识产权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改变形式 改变功能 改变价值 这里边我们还需要强调一个比较特殊的知识产权 就是具有重大独立功能的知识产权 当然知识产权具有重大的独立功能 而且该项知识产权绝大部分的经济利益 它是来源于该项功能 那么客户从该项知识产权中获取的利益 可能不受企业从事的相关活动的重大影响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不符合刚才我们所讲述的 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条件 因为它本身就可以产生了经济利益 关于企业的一些相关活动 不会对这个经济利益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关于具有重大独立功能的知识产权具 主要包括哪些 这里边也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软件 生物合成物 药物配方 以及已经完成的媒体内容 那么已经完成的媒体内容 比如说电影 电视节目 还有音乐 录音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具有独立 这个重大独立功能的知识产权 今天是具有重大独立功能 所以它基本上就不再满足了 刚才我们所讲的 需要同时满足的三个条件 那么在进行分类的时候 自然就把它分类为 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业义务 那么在判断某项知识产权具 是属于在某一时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 那么企业不应考虑下来音速 对它的表述就可以了 比如说 该许可在时间 地域 排他性 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的 消耗和实用方面的限制 那么在进行分类的时候 不考虑该音速 这里边做了一个解释 就是说这些限制 它只是界定的 以承诺许可的属性 而并非是界定是在某一时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 当然还不应该考虑 第二个因素 企业就其拥有知识产权的有效性 以及防止未经授权使用 该知识产权所提供的保证 那也就是说 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承诺 它并非是履约义务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在进行分类的时候 到底是某一时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 作为企业来说 它不应该考虑相关的因素 那么从考试角来说 你注意它的表述就可以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 关于分类里边的第一项 就是第一项 在某一时段履行的领域义务 当然如果不是 在某一时段履行的领域义务 就是说 它没有同时满足 刚才我们讲的三个条件 它就是不属于在某一时段 不属于在某一时段 它又属于在某一时点 那如果是在某一时点的情况下 那么该之前许可 应该如何来确议收入 那么对于第二段 要求是要被送 如果是在某一时点 履行的领域义务 那么在客户能够使用 并开始从中获益之前 企业是不能确议收入的 一定要注意的是 使用并获益之前 企业不能确议收入 注意它的一个相关表述 那么下面我们举个例子 那么企业与客户签订了一份合同 然后授权在一定期间 使用软件 支持产生许可 授予客户支持产生许可 但是这个软件需要密钥 才能进行使用 所以企业在向客户 提供软件的密钥之前 那么客户是无法使用该软件的 当然也就不能获益 当然也就不能确议收入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如果是在某一时点 履行的履业义务 那么在确议收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 那就是在客户能够使用 并开始获益之前 是不能劝收入的 当然这个案例我们要求 也是要掌握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 第17章第38个例题 涉及到关于之前许可 那么它的分类问题 到底是在某一时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 假公司是一家设计 制作连环麦画的公司 假公司授权以公司在四年内 使用其三部连环麦画中的 角色形象和名称 期限是四年 假公司每部连环麦画 都有相应的主要角色 但是假公司会定期的 创作性的角色 而且这个角色的形象 也会随时演变 乙公司是一家大型邮轮的运营商 乙公司是可以 以不同的方式 使用了这些麦画中的角色 合同要求乙公司是必须要 使用最新的角色形象 那么在授权期内 假公司每年向乙公司 是收取一千万元 那么关于这一项 授予之前许可 那么我们首先要进行 分类它是否构成 单向旅游义务 那如果构成 单向旅游义务的情况下 到底是在某一时间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 来履行旅游义务 我们要进行识别 和这一项的评估 那么在北历中 那么假公司 除了授予之前许可之外 它是不存在 其他的旅游义务 那也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构成了 一项的单项旅游义务 那也就是说 该之前许可相关的额外活动 并没有向客户 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 当然这个相关活动 比如说 对于假公司来说 它会定期的创造新的决策 而且它可能会对 这个连环漫画 来进行出版 这些都是相关的活动 但是这些相关活动 并没有向客户 提供其他商品或者是服务 这一段话 实际上就告诉我们 它是构筑的 一项的单项旅游义务 那既然是构成 单项旅游义务 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 那么到底是在某一时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 那么根据 所给的相关资料 对于乙公司 乙公司也就是 我们讲的客户 客户它能够合理于期 那么企业 假公司将会实施 对该支权许可 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 那么这个重大影响的活动 包括哪些 比如说创作的新的角色 以及出版包含这些角色的 连环漫画 这些都是对该支权 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的活动 也就是说它是满足了 刚才我们讲的条件一 满足了刚才我们讲的条件一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点 那么这些活动 直接对于公司产生有利 或者是不利的影响 因为这些角色 有可能是创作成功 或者是创作失败 那如果说这个角色 创作到非常成功 那么对于公司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有利的影响 那如果是一个不利的 如果失败的情况下 那可能会对于公司 产生了一个不利的影响 所以这些活动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创作或者是出版 会对于公司产生有利 或者是不利的影响 所以这一点 也就是刚才 我们所讲的条件案 符合条件案 好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点 尽管一公司 可以通过了该支援决 从这些活动中来进行受益 但是这些活动发生时 并没有导致 向一公司转让任何商品 或者是服务 那就说它实际上是满足了 刚才我们讲的条件算 也就是说针对创作角色 或者是出版包含这些角色 连环漫画 那么针对这些活动 它并没有向一公司 转让任何的商品 或者是服务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三个条件怎么样 是同时满足了 那今天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 所以呢 对于该支援决格 它应当是属于 在某一时段内 履行的履约义务 那今天是在某一时段内 履行的履约义务 那么在欠收的时候 我们自然是需要按照的 履约进度来确定收入 那么这个履约进度 又该怎么进行确定呢 那么根据相关的资料表述 由于合同规定 以公司是在一段 固定期间内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四年 可以无限制的使用 那今天是在一段时间内 可以无限制的使用 那么假公司就可以 按照时间进度 来确定履约进度 根据确定的履约进度 来确认相关的收入 那么像刚才我们讲的 教材的这个例题 它一共是包括了这么三个支点 第一个支点 就是该支援权 许可它是否构成一项 单向履约义务 这是第一个支点 那么第二支点 如果属于一项单向履约义务 那么它倒是在某一时段 而在某一时点 要求做出一个判断说明 那么第三个处理点 判断的结果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 又涉及到关于履约进度 那么按照什么样的方法 进行确定 可能是作为恰当的 也可能会要求你做出一个判断说明 所以对于刚才我们讲 教材的这个例题 也是处处是考点 好 下面我们再根据 第十道准则 收入准则 应用指南上的一个例题 我们再来说一下 关于之前许可 那么它的一个识别 判断和判断的相关问题 假音乐创业公司呢 将其拥有的一手经典民歌的版权 是售一公司 并约定了一公司在两年内 有权在国内所有的商业渠道 包括电视广播 网络广告 使用该经典民歌 应提供该版权许可 假公司每月是收取了 一千元的固定对价 这里边呢 告诉你时间呢 是两年内有权使用 那就是随便使用了 那么除了该版权之外呢 假公司无需提供了 任何其他的商品或者是 这个合同呢 是不可撤销的 我们首先呢 来进行分析 它是否构成的一项单项旅约义务 那么在本地中 假公司除了授予版权许可之外呢 它是不存在的 其他旅约义务 它只有一个承诺 它当然是构成一项的 单项旅约义务 那今天是构成单项旅约义务 那么它是否是在 某一时段内旅行呢 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 刚才我们讲的三个条件 它是否同时符合了 因为假公司呢 是并无任何义务从事改变的 该版权的后续活动 至于刚才呢 我们所讲述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不符合的 第一个条件 只要三个条件里面 只要有一个条件没有符合的 那么它一定呢 不属于刚才我们讲的 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旅行义务 而是呢 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行义务 我们接着往下分析 而且这个版权呢 它是具有重大的独立功能 这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具有的 重大独立功能的支撑权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把它直接规律 为什么 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行义务 那么义公司呢 是主要通过的 这个重大独立功能 来进行获利的 阿非呢 假公司的后续活动 所以合同呢 未要求假公司 从事呢 对该版权 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而且对于客户 以公司呢 也没有形成了 一个合理的预期 所以呢 结论就是 假公司授予这个版权许可 它是属于呢 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行义务 当然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呢 来进行回答 只要三个条件里面的 任何一个条件 你没有满足 那实际上就是在某一时点 旅行的旅行义务 那今天是在某一时点 旅行的旅行义务 那应该在什么时点 来欠收入 那应当在 以公司能够主导 该版权的使用 并获得全部经济利益时 全额呢 来欠收入 当然主导 主导使用 并获得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述的 关于控制权的 这么一个概念 对于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那又涉及到 关于单项旅行义务 那么它的一个分类 那到底是在某一时段 还是呢 在某一时点 我们要求呢 要做出一个判断说明 可以根据呢 刚才我们讲的三个条件 就只要不满足 其中任何一个条件 就属于在某一时点 旅行的旅行义务 那如果是在某一时点 旅行的旅行义务 那如何来欠收入 也要求是要掌握的 像一些的相关的表述 能够主导呢 百全的使用 并从中获得 几乎全部经济利益时 我们是要全额来欠收入 但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因为是在某一时点 旅行的旅行义务 所以呢 对于假公司 那么旅约的时间 还有呢 客户的付款的时间 因为时间呢 是比较 跨度比较长 所以旅约的时间 和客户付款时间 跨度时间比较长两年 所以呢 在这种倾向 对于假公司来说呢 还需要进入判断 那么这个合同里面 到底存在不存在的 一个重大的融资成分 然后并进行呢 相应的快据处理 这是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 关于授予客户呢 之前许可 那么通常的一些呢 就是通常一些呢 相关账户处理 要注意呢 它的一些相关顺序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 基于销售或使用的 这个特兴使用费 这个呢 是比较的特殊的情形 那么企业向客户 授予之前许可 并约定是按照 客户实际销售 或使用情况 来收取呢 特兴使用费的 那又基于呢 销售或使用的 特兴使用费 我们在确认收的时候呢 是根据下列 两者数晚的实例呢 来确认收入 一定要注意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规定 哪两者数晚的实例呢 一 客户后续销售或 使用行为实际发生 二 企业呢 履行 履业义务 我们是根据两项 数晚十点 来确认收 这一话 一定要给他记住 那么针对呢 刚才呢 我们所讲述这个特殊规定 我们再做一个 进一步的解读 像基于销售 或使用的 特兴使用费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合同金额 肯定是一个 可变的金额 但是呢 他不能按照 我们前面所讲述的 第三步 发布金领 记得他们确定交易价格 确定交易价格的 第一个考虑因素 就是可变这家 但这里面呢 要注意它是估计 可变对价的另外情况 布呢 按照发布金里面的 那个可变对价的相应规定呢 来进行什么快递处理 什么即可能 不会发生重大转回 可变金额才可以呢 记得交易价格 这里面不需要呢 就是不适用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 可变对价的一般规定 它是属于可变对价的 一个特殊的规定 而且这个特殊规定呢 一定要注意呢 它的适用情形 这个特殊的规定呢 它只有在下连 两种情况下呢 才能进行使用 那么这句话很重要 只有两种情况 才可以使用 那么第一种情况是 特取钱使用费呢 要注意它金预 知识钱许可相关 那么第二点 特取钱使用费 它可能是与合同中的 知识钱许可 和其他商品呢 是都相关的 但是 这个知识钱许可 相关的部分呢 注意了 它是一定要赚一个什么 主导的地位 只有下来两种情形 才能使用呢 这个刚才我们讲的 估计可编对价的 另外的情况 特别是刚才我们讲 第二种情形 特权使用费 可能会这个合同里边的许可 和其他商品呢 它都相关 都相关 没关系啊 我们需要看一下 那么这个许可和商品 到底谁占主导地位 那如果是以知识钱许可 相关的部分占主导地位 那么这个特权使用费 我们也是按照刚才讲的 这个可并对价的投入规定呢 进行相当跨性处理 当然是基于呢 两者呢 数万的是电了 来确定收入 当然这里边还隐藏着 另外一个出题点 也就是说 知识钱许可 与其他商品 谁占主导地位 那到底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来进行评估 还是站在呢 客户的角度呢 来进行评估 这里边呢 还是隐藏了一个出题点 一定要注意呢 是客户的角度 来进行分析 就是客户认为 如果这个知识钱许可 它的价值呢 是远高于 合同中与之相关的 其他商品市 那么这个知识钱许可呢 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 所以呢 到底站不站主导地位 一定是站在客户的角度 来进行分析 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来进行分析 这是刚才呢 我们所讲这个例外规定 可变对价这个例外规定 只有在下来两种情况呢 才能使用 那么针对呢 不适用这个例外规定的 特员使用费 那么就按照呢 估计可变对价的一般原则呢 来进行相当快去处理 比如说 这个可变对价 进入到的交易价格 那么如果极可能 不会发生的重大转回 可以记住 那如果不满足先生的抢劫 当然就不能记住了 这个呢 是我们前面在讲述 我们把模型第三步 确定交易价格的时候呢 所学习过的 这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呢 再前提一点 就是企业在 使用这个例外规定时 应当对特许前使用费的 整体要注意的是 采用这样的规定 不应当呢 将这个特员使用费呢 进行分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部分采用的另外规定 其他部分呢 按照估计可变 对价值边原则来进行快 这个是不允许的 所以你要理解一下呢 关于基于销售 或使用的特员使用费 是不能进行分拆的 但是你一定要理解 这句话 那么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 这里面我们举几个小例子 那比如说一份合同里面 它是有三项承诺 而这三项承诺 其中就包括了 知识产权许可 那就是承诺一 承诺二 还有呢 知识产权许可 当然这三项承诺的 我们假设 是构成一项的 单项利润义务 那么构成一项 单项利润义务 而这三个承诺里面 如果知识产权许可 它是占主导地位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就按照刚才我们讲的 可变对价的例外规定 来进行相当快递处理 你不需要来进行分产 那反之 一份合同 作为一项的单项利润义务 它是有三个承诺 而这三个承诺 那其中的知识产许可 它是不占主导地位的 那如果这个知识产许可 它不占主导地位 它就不能按照刚才 我们所讲的 估计可变对价的特殊规定 来进行快递处理 至刚才我们所讲的 一个单项利润义务里面 是有三项承诺 其中包括知识产许可 那如果这个特预券使用费 它是与这个三项承诺 是相关的 你要看一下 这个知识产权许可 它是否占主导地位 如果占主导地位 可以按照可变对价的 特殊规定的 来进行快递处理 那反之 那就按照 关于可变对价的 一般规定的 来进行快递处理 需要考虑一下 是否极可能发生重大战费 那么还会出现第二种情况 那就说 一份合同里面 它是由三项 单项利润义务 当然这个三项 单项利润义务里面 其中有一项 是知识许可 那如果这个特预券使用费 是和这三项 单项利润义务 是相关的 那你要看一下 这个知识许可 是否占主导地位 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按照 刚才我们讲了 可变对价的特殊规定 来进行快递处理 那反之 如果三项一份合同 三项单项利润义务 那么基于销售 或使用的特兴使用费 如果是与这三项 单项利润义务 都是有关的 但是这个知识许可 它是不够 它是不占主导地位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能 使用了特殊规定 而只能按照可变对价的 一般规定 来进行快递处理 这就是我们所讲述的 特兴使用费整体 它是不可以 不应当进行分拆 不应当应分拆 它的前提条件是 要使用例外规定 只要是使用例外规定 一定要注意的 它的表述 就是说我们如果 使用这个例外规定 一定要具这个特兴使用费 是不能进行分拆的 那主要是看 关于这个许可 它在整个的合同 它是否占一个主导的地位 那么后面我们会举一些 相关例子 那如果与受益 进行许可相关的对价 同时包含固定金额 包含第一项固定金额 第二项呢 还包含了按客户的 实际销售或使用情况 所收取的变动金额 那如果这个可相关的 对价包括这两部分的话 那么只有后者 是用了刚才我们讲的 可变对价的另外固定 而前者的应当在 相关例外义务 履行时点 或者在某一时段内 来进行的 确认收入 这些都是相关的规定 我们要求上被送的 那么下面我们结合 第十四号准则 应用指南这么一个案例 我们来解释一下 刚才的相关表述 假电影发行公司 与义公司呢 是签订合同 将其拥有了一部 电影的版权 是授权给义公司 那么义公司 可以在其旗下的影院 或放开电影 发展期间是六周 那除了把这个电影版权 而给义公司之外呢 对于假公司呢 还统一了 在这个电影放映之前 向义公司呢 提供这个电影的偏花 在义公司的影院播放 并且呢 在该电影放映期间 在当地知名的 广播电台呢 这个播送广告 假公司呢 将获得义公司 播放该电影票房的分成 我们首先呢 来进行分析 就是这份合同里边呢 只有几项承诺 这项承诺呢 包括了授予电影版权许可 提供电影片花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承诺 那就提供了相关的广告服务 所以呢 这份合同里边呢 它实际上是有三个承诺 那么假公司 能够合理预期 客户认为 该电影版权许可的价值呢 是远高于 合同中提供的电影片花 和广告的服务 就站在客户的角度来说 那就是说这个知识许可呢 它是占一个什么 主导的地位 因为它认为呢 这个电影版权许可的价值呢 远高于呢 这个提供偏花 或者是广告服务的价值 所以结论就是呢 电影版权许可呢 它是占 在这个合同里边呢 它是占一个主导地位 那今天是合同 这个知识许可呢 占主导地位 那结论就是 我们是适用的 特许人使用费的 一个特入规定 因为这里边呢 说得非常清楚 一家公司呢 将获得一公司 播放这个电影票房的分成 所以呢 它是适用了特许人使用的 使用费的一个特殊的规定 这里边呢 我们再做一个假设 那如果说 授予电影版权的 刚才我们所讲的 偏花呀 或者是呢 提供网告服务 我们假设呢 它是构成了 三项的单项的义务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应当呢 先计算了 这个分成的收入 比如说根据了 每一周的票房 乘以呢 比如说55分成 那乘以50%吧 那么根据了 这个分成收入 然后在三项的 领约义务之间呢 来进行呢 相应的分摊 这里边就是 刚才我们所讲述的 基于呢 特典使用费的 这个例外规定 一定要注意呢 它是不可呢 整体分拆的 所以呢 我们先是根据了 每一周的票房收入 乘以这个分成的比例 比如说乘以50% 确定完之后呢 再三者呢 来进行相应的分摊 这一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 所表述的 使用这个例外规定时 特典使用费呢 我们是整体采用 这一项规定 你不能把这个特典使用费呢 进行呢 相应的分摊 所以呢 关键一点就是 需要分析一下 这个支援许可呢 在该费合同中 它是否是占一个 主导的地位 这是刚才呢 我们所做的一个呢 这是关于应用指南 就这一题呢 所做的一个文字性描述 那首先就是 合同里面有几项程度 那么甲公司在 该合同下过去的对价 它是基于呢 以公司实际 销售情况 收取的特典使用费 而且 许可呢 它是占主导地位的 为什么占主导地位 这里给你做了一个解释 而且又假设呢 如果是构成 三项单项旅业义务的 我们需要先计算呢 这个分成收入 分成收入呢 在三项单项旅业义务之间呢 来进行相当分摊呢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第39项目 甲公司呢 是一家著名的足球俱乐部 甲公司是员以公司 赛机设计生产的服装帽子 水杯以及毛巾 等产品上使用 甲公司球队的名称和图标 那么授权期间的 这两年合同约定 第二公司收取的合同对价呢 是由两部分来组成的 那么一部分呢 是200万元的固定金额的使用费 二是按照 以公司销售上书商品 所取得的销售额的5% 来计算提成 而以公司与其家公司呢 会继续参加当地的 定级联赛 并取得优异的成绩 那首先呢 需要进行识别 那么该费合同 它是否构成了 单项旅业义务 因为该费合同呢 它仅包含呢 一项旅业义务 也就是说 它只仅包含呢 一个承诺 就是说授予呢 使用权许可 那今天是属于 一项单项旅业义务 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歧 到底是在某一时间段 还是呢 在某一时间旅行旅业义务 那我根据相关资料的表述 对于甲公司继续参加比赛 并取得优异成一等活动 是许可的组成部分 而且没有向客户呢 转让任何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或者是服务 由于义公司能够合理预期 甲公司呢 将继续参加比赛 这是符合呢 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条件一 而且甲公司的成绩呢 将会对品牌的价值呢 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而这个品牌的价值呢 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了义公司的 这个义公司产品的销量 就是说会对客户呢 产生有利或者是呢 不利的影响 它又满足了第二个条件 而且又满足了第三个条件 就是甲公司从事的上述活动 比如说参加顶一联赛 那么上述活动并没有向义公司呢 转让任何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所以呢 既然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所以这个单向旅业义务呢 就属于在某一时段内 旅行的旅业义务 那么甲公司收取的 两百万元的固定金额的使用费 因为它是在某一时段内 旅行的义务 那就在两年内的 平均确许收入了就可以 但是按照义公司销售 相关商品所取得的销售额的 百分之五 那么所计题的这个提成 那么应当在义公司销售 实际完成时呢 进行确许收入 这是关于呢 我们教材的第39个例题 当然一定要注意呢 它的一个基本的做题的步骤 先识别是否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或者这份合同里面 到底有几个单项旅业义务 然后再对旅业义务呢 进行相当分类 当然是按照之前许可 相关的特务规定呢 来进行分类 如果说这份合同里面 既有固定对象 又有基于销售 或使用的特权使用费 我们要进行的 分别的完全收入的 好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呢 2018年的这么一个计算分析题 因为2017年的新收入准则呢 是做了修订 所以呢 在2018年呢 就专门考了一个计算分析题 只要是当年的准则 发生比较大的一个修订的话 那一般呢 就会考一个综合体 或者是呢 一个计算分析题 那么假公司呢 是一家投资控股型上市公司 有用呢 从事各种不同业务的子公司 我们先看一下呢 资料一 假公司的子公司 乙公司 是一家建筑承包商专门从事呢 办公大楼的设计和建造服务 205年2月1号 乙公司是以乌公司呢 签订办公大楼建造合同 按照乌公司的特定要求 那么是在乌公司的土地上呢 是建造一栋办公楼 那么根据的合同约定 建造办公楼的造价 一共是8000万 乙公司是分三次收取管项 分别于合同签订日 完工进度达到50% 竣工验收日 来收取合同造价的20% 30% 还有呢50% 那么工程是以207年的2月开入 预计呢 将于209年底完工 乙公司预计建造上述办公楼的总成本呢 是6500万 预计总成本高速呢 是6500万 那么截至207年呢 是231号 乙公司实际发生的成本是多少 是3900万 而且乙公司呢 是按照累计实际发生成本 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呢 来确定了累月进度 这是我们讲的资料一 好我们再学一下资料 这家公司的子公司 丙公司 是一家呢 生产通信设备公司 207年的1月号 丙公司与己公司签订专利权许可合同 许可己公司呢 在5年内使用自己的专利技术 来生产A产品 那么根据呢 合同约定 丙公司每年向己公司收取 由两部分金额 组成的专利技术许可费 那么以示呢 固定金额 于每年末收取 那么二是呢 按照己公司A产品销售额的2%呢 所计算的提成 实际上第二项呢 是基于客户的销售或使用的特权使用费 是于第二年的年初呢 来进行收取 那么根据呢 以往经验和做法 丙公司可以合理预期 不会实施呢 对该专利技术呢 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 二零某七年呢 是二三十一 丙公司收到己公司支付的固定金额 专利权使用费呢 一共是两百万 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的是五年 关于固定的金额呢 他是说 每年是收多少呢 是每年收两百 那一共呢 是一千万 所以呢 二零某七年 是二三十一 丙公司收到己公司支付的固定金额的部分 一年是两百万 二零某七年 己公司销售A产品呢 是八千 是八个亿 但是八个亿呢 我们需要诚意的 反正 是因为这一部分呢 是基于客户的销售 或使用的 这个特权使用费 我们再看一下呢 其他的一些相关资料 那本题涉及到的合同 均符合企业块 准则关于合同的定义 而且呢 已经合同各方的管理层批准 它实际上就是满足了 我们前面所讲的 模型里边的 就是我们在讲述 收入权以前的条件 就是它满足了 合同的要件 那么第二呢 是以公司一笔 公司估计 因为像客户 主要商品 或者是提供服务 而有权收取的 对押金额呢 是很可能收回 实际上关于第一点 和第二点 它主要是想说明 这个合同呢 是满足合同要件的 那么在控制权 发生转移的时候呢 是可以呢 劝收入的 那么第三 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呢 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那么关于企业领域的时间 和客户付款的时间 那么即使时间跨度很长 包括金额 差额可能也很大 但是我们不考虑呢 重大融入成分 这句话呢 这个意思 就不考虑重大融入成分 然后也不考虑呢 税费和其他因素 那就说以后呢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呢 一定要看清楚 其他相关资料 实际上也是呢 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看一下呢 要求一 说根据资料一 判断以公司建造办公 这个办公楼业务 它是属于在某一时段内 旅行的旅游 还是在某一时点旅行的旅游 并说明理由 那么这个考点呢 考核的是 发模型里边的第五步 到底是在某一时段 还是呢 在某一时点 那么前面呢 我们再讲 发模型的第五步 然后当然是首先判断 它是不是在某一时段 不是在某一时段 一定呢 是在某一时点 当然如果是属于呢 三种情形之一的 我们就说 它是属于在某一时段内 旅行的旅游义务 那就是客户呢 在企业旅约的同时 取得并消耗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客户呢 能够控制呢 企业旅约过程中 在电的商品 那么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具有呢 不可贴的用途 加上一个合格收款权 那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之一 我们就说它是属于呢 在某一时段内 旅行的旅游义务 那实际上 根据了相关资料的表述 那么已公司建造的办公大楼 它是在物公司的土地上呢 来进行建造的 那也就是说 它满足了 刚才我们讲的条件里边的 第二个条件 就是客户 它能够控制呢 企业旅约过程中 在电的商品 只要符合三个条件的 任何一个条件 它都是属于呢 在某一时段内 旅行的原义务 涉及到的是 关于网膜金里边的 第五户 所以呢 我们是要求呢 一共是两个要求 先判断 然后呢 再说明理由 好 我们再看一下呢 第二个条件要求 说根据资料理计算呢 以公司207年度的 合同的领域进度 以及呢 应确定的收合成本 因为资料理边 明确告诉你 我们是根据呢 累计实际发生成本 然后笔上的 预计的总成本 来计算的领域进度 那么在207年 截止到207年12月31号 实际发生成本呢 是3900万 而该合同 预计的总成本呢 是6500万 这两个金额呢 都是以致强劲 所以呢 接着到207年 那么完工进 这个领域进度多少呢 是60% 60%我们再乘以呢 合同的价款 也就是呢 8000万 所以呢 207年应当确计的收入呢 是4800万 那么应当确计的成本呢 自然也是呢 3900万 这是要求 要计算呢 领域进度 而且呢 还要计算收入 以及呢 相关的成本 好 我们再看一下呢 第三个要求 说根据资料2 判断 并公司授权 之前许可 到底是属于在某一时段 还是呢 在某一时点 并说明理由 那么刚才呢 已经讲过了 对于之前许可 到底是在某一时段 还是在某一时点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规定 那只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 只要这个 必须要同时符合呢 三个条件 那就属于呢 在某一时段内旅行的 那否则呢 就是在某一时点旅行的 实际上资料里面呢 已经提示了 就是关于丙公司 它合理呢 可合理及 不会实施呢 对专利技术呢 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 所以呢 它根本就不符合 刚才我们讲的三个条件里面呢 第一个条件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判断了 它是属于呢 在某一时点旅行的 旅行义务 当然我们是要求呢 做出一个判断说明 当然你可以呢 先判断 是在某一时点旅行 那原因是什么 那直接把教材的一个相关 这个资料里面的相关表述呢 直接超过来就行了 而且还要求呢 要说明 丙公司按照 几公司 一产品销售额的 2%收取的提成 应当于何时呢 来券收入 那么企业向客户 授予征限许可 并约定了 按照客户实际销售额 实际销售或使用情况 所收取的特兴使用费 我们是根据呢 下来两项呢 数晚的试点 来券相关的收入 一个是客户 后续销售或使用 实际发生 企业旅行的相关旅行义务 是根据两项数晚的 10点来券收入 所以呢 这个丙公司 按照几公司 A产品销售额的 2%收取的提成 应当是在 207年的12月31日呢 是要确认收入 而第四个要求呢 是要编制呢 丙公司207年 与收入呢 相关的 快据分路 207年根据资料2 那就借记呢 长期应收款待计呢 主任业务收入 然后金额呢 那就是1000万 因为每一年是收200了 一共呢 是5年 这个是刚才呢 我们所讲授的资料 因为它属于在某一时年 履行的业务 所以呢 在阿里某七年 应该是要确认了收入 应该是要确认收入了1000万 5年乘以200 因为资料里面已经启示你了 就是我们贾地呢 是不考虑的 货币实现价值 那就说不考虑的 融资成分 所以呢 就直接借 长期应收款待计呢 总业务收入 207年呢 12月31号呢 是收到了固定金额 200万 那个借记银行存款待计呢 长期应收款 那么基于客户的销售 或使用的特兴使用费 那么在207年呢 12月31号 那我根据呢 8个亿乘以的 还账 借记的应收账款待计总业务收入 1600万呢 就可以了 那么刚才呢 我们所讲述的是 8项特定监管理编的 就是第5项 授予值钱许可 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支点 那么本讲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